张继科和樊振东的反手学得更好 这个问题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但这场日本公开赛南丹半决赛中 两人的正反手对决就让人过足眼影 刚刚开场第二个球小胖就摔倒在地上 张继科赶紧过来查看 小胖慢慢爬起来表示没事 慢镜头显示樊振东想要救球 脚下一滑就倒了 这一下摔得着实不轻 幸亏小胖缓出面积大 才能毛发无损的这么快就站起来 观众也用热烈的掌声鼓励樊振东 比赛继续 不知道是不是摔倒影响到樊振东的状态 被张继科打出一波7比0 小胖开场5分钟还没得一分 很紧哦 正手的队啦 哇好球 专注度很高 樊振东终于打破得分荒 开始疯狂追分 小胖连追5分 小胖连追5分 但张继科凭借开局的优势拿到赛点 知道如果不下中板 大概搞不好应该要再多篮几个来一回 那错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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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好球 张继科突然发了一个长球偷袭 樊振东措手不及出界了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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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三个据点 樊振东 好球反手拧了一个大角度斜线 小胖只能望球星探 走的空挡 斜线的大角 这种 再次使用反手拧 这次被樊振东防了回来 哇好球 台内今天不像冰点 一发死力就直接出界了 思想准备的戏多了 哇好球 樊振东的防守非常好 正反手衔接也快 一个直线得分将比分追成9平 来吧 好球 肖胖凭借更加出色的防守成功单回一局 更加经典啊 不过 反而是跌倒选手是获胜的一棒啊 很愿望落空啊 哇好球 插往来插往去 樊振东的防守世界顶级 一个快带斜线再拿一分 好球 连续两板 哇 哇 这个就不妙 没有发好这个球 凡阵东退台有点远 只能选择削一板 张继科扑正手打空了 两人9比9平 哇 可惜 这里有掉 连续掉 樊振东连续两个反手衔拿下第四局 用实力证明9分之后比赛也可以兴凡 樊振东 这也让樊振东逼出了五个局点啊 这个长球也发挥到效果 樊振东在西比5枪 几中哦 五个速度开始多了 开始打 难打了 哇 樊振东越战越勇 张继科逐渐顶不住他的进攻了 五分的差距 小胖进攻防守完全打开 比赛节奏完全在他的掌握中 好嘞 新的机 掉了 不过 确实啊 这个 樊振东越战越勇 总在 这 周围斯 在反正中 一步步 这 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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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刻 准备 以前是 一 是 不 无 美 您 一个 wagon 我们 我们 你们 我们 去